七彩珊瑚礁殺定於風暴 墾丁海底美景 吸引大批民眾前往潮盛潛水 但在厚壁湖海域卻發現 超大塊將近100公斤水泥塊 直接砸在珊瑚礁上 還有滾動拖拉痕跡 造成大面積珊瑚礁損毀 潛水教練看到驚呆了 我有嘗試了去 稍微想要移動一下這個水泥塊 然後後來就發現說非常的重 當下的心情是 真的是非常難過 近100公斤水泥塊完全拉不動 只能稍微整理麻繩 別再對珊瑚礁造成傷害 調查發現原來水泥塊 是用來固定浮球標記航道 有個離航車浮起來了 後壁湖海域有輪船往返蘭嶼 曾經發生潛水客誤闖航道 跟船公司爆發爭執 坑管處才用浮球標出航道 以免發生危險 原水泥塊沉底裝置 放置的位置為海底沙地 有可能是因近期 泥沙颱風外圍環流大浪 造成疑味是珊瑚礁區 水泥塊被颱風吹跑 壓壞珊瑚礁 坑管處已經緊急調派工程人員 21號就會復原 不讓海底美景再被破壞 記得當初的王書宏評論報導 我是陳怡榮 播報工作就像是突發新聞 你永遠不會知道 下一秒會發生什麼事 而棚內的第一線總是充滿刺激與挑戰 更多的新聞資訊 請鎖定中式新聞YouTube頻道 並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和開啟小鈴鐺喔